全部停在道路上 车上的人着急的下车来回舵步 他们都在排队等待拉法关卡开放 要从加萨逃往埃及 扛着行李大家等了好久 拥有外国护照的加萨居民 希望以色列赶快点头 同意开放边界 如果你想进行基本的东西 你必须预计你的国家 人道援助的车辆也全部往拉法关卡跑 塞成一团在以色列断水断电下 加萨民众没有干净水可喝 口渴了只能喝海水或是遭污染的地下水 现在只能从公共水龙头中装水 再用货车运送到各家各户 但从7号开始就没有粮食送进加萨 在持续断电下 加萨人只能火烤面包 填饱肚子 加萨人因为停电 没水也没燃料 得用木材吹煮食物 另外医院人不断有汽车再来伤患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 拉法关卡的卫生用品 可以满足30万人需求 但现在没办法送到加萨 可能让8万多名孕妇面临危险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